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條題目 他說The Figure就是Soul 三角形ABC With AC等於10 即是這條 And BC等於26 即是這條 再看A 拍攝 有兩拍 他就叫我們Found The Length Of AB 即找找這個AB 的長度到底是多少 事不宜遲 拿單字出來再說 有時間關係 科技人才進 整條題目 全部出來了 大家不需要忽略忽略忽略 真心可以看著來做 省點時間 非常方便 但不要急著慢慢來看圖 我加工了一點的東西 首先 第一件事就是 我把這個三明星ABC 揉成黃色 方便我講解 沒什麼養份 另外這個直角給我們的 我用綠色筆畫下他 方便我講解 好 那就來了 我看完這個三名裡面 其實說真的 你給我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直角三名 牽涉到這三條邊的邊槍 擺明就是玩不是定理的 喂 Mr. Wong 什麼叫不是定理的 喂 你不知道 E 祝你好運就好走 數學十大工具你都不懂 你說打架十大工具 其中一樣是摺燈 你都說不出的 你都可以這樣先 所以喂 數學十大工具 其中一樣不是定理 PyTaker Experience 你都不知道我講什麼 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上課 沒有的 我幫一下你 真的幫不到你那麼多 麻煩 聽一聽 這裡就是留意一下灰色部分 現在的科技好先進 按個按鍵就出來了 PyTaker Experience 不是定理 看到嗎 它有什麼意思 意思其實很簡單 你不要想著很深的東西 譬如如果別人給你一個直角三位型 數學家就發現了 原來他們這三條邊的關係 我講明一定要是一個直角三位型 有九十度角的三位型 可以嗎 好了 三條邊的關係 就等於斜邊的二次方 就等於另外兩條邊的二次方商家 你立即會問 何謂斜邊 哪一條是斜邊 總之你看到的直角 綠色就是直角 對著那條邊就是斜邊 可以嗎 這條K就是斜邊 我把我游了綠色給你 那就是要重複 數學家發現 就是三條邊的關係 直角三位型 三條邊的關係 就是斜邊 就是這條K 它的二次方 斜邊的二次方 就等於另外兩條邊 就是M和N 他們的二次方商家 就是他們的二次方商家 是不是 好了 所以其實在這裡 簡單一點 看看圖先 現在有一個綠色的直角 那哪一條是斜邊 這個直角三位型 其實剛才也說過了 就是綠色直角 對著的那條邊 就是斜邊 所以很明顯就是26 是不是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26就是斜邊 簡單一點 就是A part 我們在這裡做 寫好一點點 那我就直接在這裡告訴別人 就是In這個三模型ABC 中文的同學就是在三模型ABC 給你一個黃色highlight 方便你溫習 讓你的數學世界充滿色彩 就是斜邊的二次方 很明顯 綠色這條邊就是斜邊 給你一個highlight 剛剛我也告訴你 綠色的直角指著那條邊 對著那條邊就是斜邊 所以斜邊就是26 它的二次方 就會等於另外兩條邊 就是這兩條邊 他們的二次方商家 你不知道AB是多少 當然不知道 知道還要找你找的 傻豬 所以就是AB 照說AB 它的二次方 對 另外兩條邊 分別就是AB 還有就是10 他們的二次方商家 原因就是 當然這裡寫給別人 你正在用的是 不是定理 英文叫做Particulous Particu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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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的同學不應酬你 你自己寫 OK 不是定理 OK 行不行 不是定理 你自己寫 自己寫 不要懶得出汁 真的 26的二次 按機 26x26 或者直接按26的二次 就是676 OK 就等於甚麼呢 不知AB二次是多少就照射 再加12次就算你不按機也知道10乘10 自己乘自己 所以10乘10就是100 接着我再来 你给我问心我就会把AB二次留在这里 把加100调到那边减100 即676-100就是576 你等好再两边调转射 所以我自己就会等好再两边调转射 我跳一步 就是AB二次就等于576 重复了 不知我在做什么 留住AB二次在右手边 把加100调到那边减100 就出576 576等于AB二次 你再调转射 AB二次等于576 你明白我说什么 所以在这里又来一件事 不如我强调给你看 二次我用红色笔 我们要找一个AB的长度 即是找AB 其实 怎样搞定二次 其实最简单就是把二次调到旁边 调到旁边的这个动作 其实就等同于 AB在这里 其实等同于做什么呢 就是正负开方巾 就是576 重复一下 你把二次调到旁边 就变成正负开方巾 可以吗 接着576 照抄 所以其实简单说 最后 现在你按机 开方巾576 如无以外你按机 开方巾576 就是24 所以就是说AB有两个答案 就是正负24 所以分开它写 就是说第一个答案 AB 就会等于正24 那么这个正不用写了 OK 或者中文叫做 滑 英文叫我 就是AB 就会等于 负24 好像不是太够了 我想省点位 躺过一点点 好吗 偷一点点位 那么负24 有没有可能呢 当然是没有可能 你想真点 什么叫负24 AB这个长度是负24 难道代表缩入去 24cm 没有负数的嘛 负代表缩入去 缩入去导插吗 所以这个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reject它 rejected 英文叫rejected 中文就叫做 写去 OK 可以吗 所以正个答案就是 AB等于24 那就可以了 那么就打回正个位置 OK 好 如果可以的话 还有点点位 那么B part我们在这里做完它 看看B part问什么 那么 逆个位置一点点 OK B part看看他问什么 那么看回 那么B part 他叫我们 这里 就是叫我们 Found the area of triangle ABC 那么找一下这个 直角三个零的面积 有得直角 当然是好做 直角三个零 它的面积是怎么计算的 其实什么三个零也好 其实就是抵成高随二 对吗 有直角 如果AB是三个零的底 那么它的高 其实就是这里 不要忘记 AB刚刚在这里计算完的 其实它是24 对吗 补回资料下去 所以其实这里是24 提醒自己的 提醒自己 对吗 做完就 连续上去 对吗 所以其实 我直接来的 就是 The area 就是off这个 就是off这个 triangle ABC 直接来 OK 即是说黄色的三个零 我给你一个颜色 让你温书清晨一点 OK 就会等于什么呢 如果没有意外 就会等于底乘高随二 如果这个直角三平 底是24 那么高便是10 所以就是底乘高 就是24 乘10 好了 就再随意 所以我们约一约的情况下 我拿一支圆笔出来约一约 好吗 那么我会发现这里 就2和24都可以约 所以下面就是21如2 那么24除2就是12 所以很明显下边除1 就是不用理它 上面就是12乘10 也挺容易看的 正确的答案就是120 其实它没有单位的 如果你真的是出无求疵的 你就写回Square Unit 我写完了 中文叫做平方单位 OK 它没有单位的 甚至你不写这个都可以的 OK 那么终于搞定 那么就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OK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 那么就多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话 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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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